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立法权 行政权跟司法权你要哪一个 我要司法 县官不如县管嘛 司法不能管事的 司法是我们两人吵架了 你才出来仲裁 那还有什么呢 行政啊 行政啊 行政就是政府部门 行政 这是得实会 我肯定是行政 行政 对 陈凡还说都不搞行政了 他都搞什么 立法会 我跟你说 立法会我想去观摩 可以啊 就申请 这两天我也观摩了一道 看见了一位好像是你的熟人 很有意思 我跟你说 我在香港这个立法会 有时候你看 特好玩 长毛 梁国雄 你知道吗 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啊 梁国雄在立法会 他叫大声工 他嗓门比谁都大 那天我看还拿一个小公仔 说 政府 他说那个是真一权嘛 那个一个鸭子 他说这是真一权 政府怎么能这样呢 政府怎么能这样呢 就在那儿吼叫 你做行政权就是将来会对的 范徐立太 是主席嘛 主席嘛 你知道范徐立太说话就非常和缓 就跟他讲 说你有什么意见呢 你也可以用平常的语气来说 他说 但是呢 我上次说了 有人就提意见了 说主席啊 你这不客观呢 你怎么知道他的声音是大呀 还是小呢 他说 所以说呢 今天呢 在我这儿有一个小的机器 刚才测到了 你最后两分钟说话的音量已经超过八十分贝了 然后说 然后你看 八十分贝 真的真的有个机器 对对对 今天刚装的 就今天刚装的 就为了这一招 然后说呢 这八十分贝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柴油火车在你身边二十五米造成的音量 如果 长毛又这么厉害了 如果你持续的发出这种音量 那么会接到环保署的这个通知书 但是你别看这是个笑话 我从这里边看到什么呀 民主与科学啊 你瞧我这洞察力 我看到大问题啊 首先是民主 你明白吗 哪怕是一个立法会主席 我说你太吵吵吾吾了 我都不可以不客观呢 比如说我说梁文道 你声音太大了 对不起 你有什么根据说我声音太大呢 科学啊 还专门 我为了说你声音大 我要专门弄一个分贝仪 告诉你这声音超过了环保署的这个投诉指标 而且他是只能够劝诫他 他没有权力制止他那么大声的说话 因为他没有说出话 他没有动作 他说出话可以被拖出去的 对 他只是说话就是很慷慨激昂 他只是这样 在这个民主科学之下呢 你包括这个像长毛这样的 桀骜不寻的这个人物 我发现他都是像 但是这个我呀 主要是心里这个 我是发自内心的 我对政府这个怒火太满腔了 我控制不住 民主一科学换来和谐 他们这些议员之间常常吵吵闹闹 互相嘲讽啊 开玩笑 但是呢 官员一般在上面 不大能够这样介入 所以最近这个官员跑来讽刺陈方安生 很多人就被人罢了 我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你 文道 我看那个陈方安生他宣誓啊 咱不是要谈政治啊 我就觉得他 我敢对全能的天主发誓 他为什么要 是这样 香港的规矩是这样 因为香港是一个世俗化的政治嘛 我们讲究 这种世俗化政治理想的 你所有的这种政治人物 你就任你的宣誓 都有个条文写给你 你照着念 比如说我要拥护中央政府 我要拥护这个基本法 这是一定要说的 这是一定要的 但除此之外 你是可以自己加的 自己加什么呢 就是跟你的信仰 或者是跟你的某种 做人的根本原则有关的 比如说你是个天主教徒 为了要表示 我现在要做这个议员 是非常诚恳 非常敬严 我要向我所信仰的这个天主发誓 我是一个 他信天主教 所以他也说 那另外一个议员 佛教徒 他就对如来佛发誓 对佛 当然佛教都不会这么做了 但理论上是可以 比如说你是穆斯林 你可以对阿拉 对 真主 对 那我要是道教呢 你随便你就是 老子 政务大帝 所以你看当年这个梁国雄啊 长毛啊 他是脱派嘛 他是脱派嘛 香港的左派 香港的左派 而且是姓托洛斯基的 所以当时呢 他去要当选了之后呢 我们还给他开玩笑 弄了一段试试 给他他不念嘛 我给他弄了一段什么 说我要向马克思宣誓 而且还要向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托洛斯基同志宣誓 他还崇拜 那你像切格娃了 都崇拜都给他写下 那我原来是向谁发誓 我们就向毛习保证 对没有 就说得这么快 这是我们这小说话 不是说向毛主席保证啊 是向毛习保证 向毛习保证 就我最后一次发誓 向个什么东西发誓 就向毛习保证啊 我们学校中文系 领栏中文系 成立一个救生会 有一个很大的仪式 上来一批学生宣誓 他们是这样宣誓的 这三个手指 是不是这样 刚刚就插线中指了 我弄不好 结果呢 他们这样宣誓的时候呢 我们下面有几个老师 是有内地背景的 比方沈双 老沈的女儿啊 在旁边就笑了 沈昌文的女儿 沈昌文女儿 他就笑了 他说 不是这样吗 没有没有 我也是这样啊 你明白没有 我懂 这个是一个 当我们看到人家 这样来宣誓的 你看我手都不会捏 这是什么 这是童子军 对 这是童子军 但学生 因为童子军都童年的 他是学生 学生跟获得童子军都是这样 他旧身的身份 他以学生的身份 这我就理解 为什么那个李敖 当年是当那个立法委员嘛 你知道他怎么发誓啊 他冲自己的画像发誓 冲自己一大照片摆了一个 我就崇拜我自己 他说一开始呢 他本来是想找个镜子 说我最崇拜谁 我向谁发誓 我照着镜子就知道 他说但是那又怕呢 要是站在旁边立法委员 发誓的时候 把脑袋掀过来 那么就变成像梁文道发誓了嘛 这不是说说也挺严肃的 到底你在对什么发誓 假如这个很认真的话 就说明你的信仰是什么 我就跟你讲 这个李敖不是现在退出来了吗 退出来了 他就说是这个 不跟那些个臭公使们在一起啊 什么的 自己要去吃冰激凌啊 什么的 就是说考试啊 好像最后一道题 答案我也会做 对吧 但是太低逼了 太低智商了 不玩了 不玩了 我就等于相当于我画个大铃蛋 老子走了 基本上做了这么一个表态 他有了这么一本书 就是他的这个 《一谈埃斯录》 我倒随便翻开一段 我就发现 他这个立法会里啊 是挺好玩 这个对话呀 要不说他能吵到一个什么 你看他有一次跟台湾所谓的啊 国防部长李杰 对话 就是说 那不叫对话 根本不让李杰说话 李杰说 其实李了就说 你不要讲话 对不起 你必须闭嘴 我没有问你 你就不能讲 你是被询 就是你是被我询问 也就是等我提问 这就是你刚才挑选的行政权 一再提醒你 你挑选的行政权 对 油水虽然多 对 我没问你 上议会就要是 你怎么能答复呢 现在我问你了 李部长 你有没有看过 我手上这张照片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强势 因为这会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啊 不准回答 只是你问 说你看这照片是谁 这李部长只好说 是一个小孩 说 然后李敖就说 这个人可就是今天可能透过国民党放水 让你们的军购过关的马英九 当七百颗飞弹打过来的时候 像这样大的小男孩可能都死掉了 他这是宣传的 还是质询的 你看这个李部长还挺尊敬的 说我跟委员报告一直想说话 李委员敖说 你不许说话 你的话太多了 李委员敖说你的话太多了 其实他根本没说话 你的话太多了 干脆我过你那去 让你来质讯我好了 请主席制止他 总之 像马英九这么可爱的小孩子 就会死掉 今天我怀疑马英九在放水 因为怎么着 然后李部长又说 其实军购案本来是应该要过关 李敖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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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四个闭嘴 说关中的小舅子是军火商 关中的老泰山是上将 而当年关中就是拉法业军舰 由党部方面来压迫军方的主持人 所以我怀疑小马哥要跟你们串通 你说他这整个质询 他又是在寒沙摄影 他其实现在又在收马英九 马英九 我觉得这个可以的 这个在一般的这种制度底下 这种议会制度底下 就是议员呢 在行政部门上来是要接受议员质询 你是不能够随便总统说话 那你当官的跟孙子似的 你平常是你管事啊 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这些议员是民意代表 你这些官不是 你这官是民意选了一个总统出来 组成一个内阁 他认命你 你现在呢 要变成在议会 你这些 李敖是代表老百姓在问你话 你懂吗 你讲这个罗马 这个元老院 这个最早的形式 在罗马的时候就这么出现 所以我看了之后呢 我就不想搞行政了 我想搞立法 呛呛三远行 广告之后见 这个议会 你知道有些国家 他这个议员啊 这个国会议员的权力是很大 权力怎么大 他爱讲什么都可以的 他能讲多久也是可以 所以就发展出一种古怪的规矩 像美国就有这种拉布战略 你没听过 是这样 比方说我是民主党 你们这边是共和党 那么今天呢 要大家要讨论一个很重要的法案 就要快通过了 那么快通过呢 算一算 哎不对 我们这人比你们的少 在场的人少 有个人还在老家呢 得赶快把他叫回来 但问题他从老家来这开会 得一天那怎么办 哎这时候就得找一个人出来 特别能扛得住的啊 起来就说话 这什么规矩呢 就是你说什么都可以 你可以说一整天 哦 就说到那个人来 只要你没说完 对 只要你没说完 而且你不能中断 你不能坐下来 那我 看来你有希望了 不是 你转行以后 你就干这个 不行 我想到一个更好的人选 卡斯特罗 哎 卡斯特罗 干这 以前讲十几个小时 以前有个国会员破了记录 好像讲了三十个小时 就站着 到了最后垮 他讲什么 因为你脱嘛 你讲什么都行 结果他们就拿圣经起来念 哦 念念念念念念念 然后拿白经纪起来念 就这么不停的念 所以怪不得日本那些老议员都带尿不湿呢 去一会 他是牛部战术 带尿不湿 对 不过咱们啊 就还回头说说说现在台湾的这个民意 就你你表达意见 你怎么表达 最近这几天闹的嘛 拆那个大 台湾那个中正纪念堂嘛 你说哎 我就觉得这个有意思 就是我刚才从这个发誓啊 我就想到啊 每个地区啊 他过去都有一些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但是呢 时代 这三十年合同 三十年合机 全给颠覆了 你先看那照片 就是台湾教育部 人现在反对台湾教育部嘛 说他拆这个什么大政之政 所以就有一人 把台湾教育部门口喷 贼之天堂 你想我要假想 就要在我们 在哪允许 是可忍 说不可忍 教育部贼之天堂 你再看看这个大政之政 哎 我挺有回忆的 我去台北 我专门到那看 是吧 拿起相机对着大中治政排扁猛拍 有大陆观光客 深趴以后到台湾民主纪念园区 再也见不着中正纪念堂的原始面貌 丝毫一早要求台湾朋友 一定要带他们来看看 他们说今天又猜吧 所以我们就一起打电话 这个朋友带我们过来 对外地游客而言 这里是观光景点 但部分本地民众则认为 这是文化的一部分 那你政府是一个执行单位嘛 你不能自己做主张嘛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是公仆耶 我们才是主人耶 哎呦 徐老师看了有何感想啊 我记得上次我们去的时候呢 有内地区的作家 还不大敢去看那个 那里边那个店了 他觉得讲些实嘛 对 不太好 很多人当时还觉得 没想到这个时间背得这么快 现在这个要被民进党拆掉了 像不过以前在台湾 就蒋介石这个中正纪念堂 当然是盖得很漂亮很宏大 但是一般人呢 就是过去的时候 老蒋的时代的时候 就国民党执政时代 心目里面最神圣的 其实还真不是他 还始终是孙中山嘛 叫国父嘛 对不对 那还是孙中山比较重要 但问题是现在就是 民进党他们想搞的 就是完全把整个什么 他们那个所谓中华民国啊 国父啊 国旗国歌那一套 全部都给丢掉 是 我都听见 那些就是过去宣誓的对象 我听见马英九出来说了 哎呀 我觉得马英九怪不得我最近老听周围的朋友都在说 说马英九肯定没戏了 马英九肯定没戏了 不会不会不会 都这么跟我说 有戏有戏 是吗 有戏吗 但是我觉得你看他说话 说的那叫一个无比正确 就是你看我当主持人的 我一看他说话我就知道 他说的时候 他脑子里在紧张的自真剧着 一点都不能说错 比如大家要冷静 等我将来怎么当选之后 我会用什么这个法那个法 反正你看他说那话学都学不来 抄下来能成文章 但是相比之下 你看对乡土人士说话 你会觉得陈水扁呢 他说话是容易说错 说错话 但是他果断 怎么这么着 怎么这么着 他就赶上这么胡说八道 他就 所以我就老说这年代耍流氓好使 耍流氓好使 真的 也得看在什么地方 太知识分子 文人气 讲究自真剧 多准确 多冷静 多客观 多公正 多大公什么智政 这些个玩意儿 好像现在不得适了 是不是 我想你看在美国也是吗 布什不是老说说话吗 对啊 说说话 过去那种风格 大伙子还挺喜欢的 在美国 这两天美国新闻都放吗 就放布什当年 打伊拉克的说那些个鸟话 现在看起来 这回美国情报部门 说是值得教训 伊朗没有 拿出来说伊朗 早已经停止了核武的这个计划 仔细想起来也是 你把毛泽东当时说话 也是不顾忌的 对不对啊 对 有很多话他是 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杀了什么 张图夫 什么布什 什么混毛猪 后来人家社论 把这句话改成 比较文雅的话 就是这样来说话的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就是你看 我跟我们一同事交流过 我一下就发现 两种不同的 这个对事情的看法 比如说 我们说谈这个标语 说中国的这个标语文化 到处那个铁路 桥边不都有那种 特可笑的那种标语吗 你看我当时在跟他谈 我说 我说你看这种标语 把所有的这个政策 要跟老百姓说的话 用标语的形式呈现 我感觉呢 简单粗暴 因为啊 很多事情咱知道 一个法律 为什么制定能定出 这么一本书来 它不能这么简单 它包括很多附加条件 很多条件它才完备 这个话才准确 但是你看我这位同事 他是从下边干上来的 他马上就说 他说其实 对中国的老百姓 这样非常有效 他能够啊 因为法律这个书啊 百姓是不容易看得明白的 一句非常简单的口号 把主要特点标识出来 一下就这样 比如说啊 这个你要敢刮工 或者要敢生二胎 刮刮刮刷 杀杀杀 老百姓基本就清楚了 可是在深圳湾大桥 过海关的地方上面 现在有一条标语 严厉打击偷越 国境 犯罪活动 我一直看这个标语 我说你说它有用吗 人家偷渡的人 看到这标语就不偷渡了 哎呀 有用 我告诉你徐老师 这个混在车里的人 就不偷了 你没犯过罪 就是震慑 我跟你说 犯罪的人心里也干颤的 他就是看见一标语 哎呦 你比如说 你打指我了 不是 我这么跟你说 这些严打 我我跟你说 他要写一标语说 不准携带反动书刊 哎 恰巧你带着 我跟你说 你过关的时候 真的就根颤 你反正你什么时候 你都是慎着呢 不是 你再去把把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跟你们说 就是民主在我神州大地上 也在推进嘛 是吧 这个乡村民主 很有意思 一直有民主 中国怎么叫刚推进啊 为民做主 这个传统是非常久的 对对对 当官不为民做主 不如回家烤老鼠 不如回家 卖红薯 烤老鼠 前一世里边 这个行政官员 对民主不增进 我明年啊 明年是鼠年 那个是那天 看见一个金鼠 拍卖会上 好家伙 那就财神 你看中行政 还是有道理 别 你知道那些议员啊 有一个办法 叫他们别那么神气 外国那些议员 之所以那么神气啊 就是因为他们不是行政官员派的 要是行政官员退下来去做议员 他们就态度好了嘛 没错 我跟你讲 咱们讲讲这个中国的这个农民 了不起 我跟你说 实际真的了不起 当年这个是说什么 那叫什么改革开放 从农村那个开始 不就是从一个农村 自己什么 选村分地 分地啊 就就就开始吗 农民经常做出历史性的创建 最近贵州 你看一个村里 贫穷的村 你知道你看他这个农民啊 他这个村穷啊 穷的叮当响 人均才半亩地 人均半亩啊 就穷的那就是 全靠就是就靠上面每年 给给个几十万 可是后来农民们发现呢 这个钱 谁说了算 这钱都怎么用的 大家觉得不公平 有毛逆是吧 好 人家这村长也挺 村领导也挺开明 说咱这么地啊 弄一个叫民主理财公章 就说每一笔支出啊 要盖这个村才算数 怎么弄啊 四个村民代表 就四个村小组组点 四个村民代表 再加一个村里的什么村委员 五个人 咱把这个公章啊 剁成五半 剁成五半 你知道吗 你看你看那个 你看照片 把这个公章剁成五半 每人持一半 哪里五半 你再往下看 任何一笔这个支出 这切月笔 至少要有三个人 三个持有人 共同同意 才能盖这个戳 这倒也是个办法 这个是新商鞅变法 商鞅当初五码分撕嘛 现在新商鞅变法 以前调兵用虎服一样的道理 实行这个 对对的虎服嘛 现在实行这个之后 村里一笔笔小账 那算的买包茶叶 不错 或者上级领导来 给上级领导买了盒烟 全记得清清楚楚 这挺好的办法 你说是不是 所以这民主实验 是能够从下往上带上去的 不过你刚刚说到这个 说我们在香港 比如说你看到那些场面 什么对着天主教宣誓 对着那个宣誓 你没想过就是这种东西 就还是跟你整个政府制度 是建立在什么上面 很有关系的 你比如说像刚刚我说台湾 过去呢 是要指着这个孙中山 来宣誓的 有一个道统嘛 三民主义那个道统 美国呢是另一套 美国呢就不管你信什么教 你都要 还不是 也要对按着圣经宣誓 美国是个很基督教的国家嘛 对不对 所以你们发现 美国总统就职是按圣经宣誓的 对对对 这个 半德里达讲起来说美国这是非常可怕 他就讲起来美国这个政教会议 对啊 你看光是美金 每次都讲上帝保佑美国 这开什么玩笑嘛 凭什么光保佑你们美国 就是 对就拍那电影 外星人来了 好像我们全死了 就你们美国人 领着大家伙 没错 对对抗 你们看到连美金都是啊 这个美美金上头 议员美金上面也是显得 因为审我们相信啊 对对对 对不对 你用美金你都要 不过他 好在他只是个象征意义 他实际上效忠的是宪法 对没错 那咱们现在对什么宣誓呢 对 我跟你说 我觉得从另一方面来讲 我没有可宣誓的对象了 我最后一个发誓是向毛主席保证 国企